我们知道这个阿兰伊古道 就是屏东旭海到南田这边 也是南田到旭海 因为我们曾经走过 从屏东旭海到南田 所以这次我们体验一下 南田到旭海 我们这次会往这边走 除了一个方向的改变之外 因为在配合冬季的 东北气风的风向 您从南田这样走 它是顺势而行 也就不会这么辛苦 罗老师今天带着这一团游客 第一次在南田部落过夜 南田部落全村总动员 把可以空出来的房子 都整理出来给这团游客住 因为部落还没有民宿 所以这也是南田部落第一次 让游客住在部落内 这对游客对部落的主人而言 都是新鲜的体验 我们南田村 是比较新的一个村庄 过去在日记时 我们还是在那个第一部落 不 旧部落 旧部落就在旧南田那个地方 在民国42年再签过来这里 在这里建村 我们的建村历史大概是有六十几年 所以我们南田村是有那一边 再签到这里来 过去我们这个叫做难田 难田的由来也是因为 可能有碰到很大的一个灾害 所以种什么都种不好 所以才有这个难田那个 后来政府来了 觉得这个难田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好 想想又是我们台东最南边的地方 所以在一起做这个难田 这样的血因 在一起我们这个难田村 我们这个难道好 一年两天